我们继续谈基因词哲学78条的第15条 以纯洁的心灵描绘愿望 人来到这个世上 一开始应该都是纯洁无味 但是随着这个社会 我们从家庭中进入了学校 再慢慢离开了舒适圈 进入了社会 已经开始接触所谓社会化的生活 心灵我们就会受到外界的影响 在意那个工作甚至在意地位 很多的事我们就没有用很正确的方式来去提出意义 先谈一下这一块就是 我们常常讲说进入了社会为了要生存 从大学一毕业进入了一家企业 你就是最小 你就不能很多的建议 原本就算你在学校从小所学的这个道德伦理 都一直在践行 因为就进入了社会 你也没有什么资历 所以你只好闭嘴 但是真正的要提出来 你用最真诚的来面对你新的工作 那会怎么样 好像就很少有人这样子提起 所以我也常常跟我新到任的员工就跟他们说 如果你觉得公司所有的这些互动 跟着我们道德伦理 作为人何谓正确这样的判断的基准 有相左的话 你一定要提出来 要以纯净的心灵来描绘我们自己的愿望 经营企业必须要有愿景 领导者必须要把他的经营愿景要提出来 这样员工进入这个企业 才知道自己的企业的愿景 经营企业哲学当中 第一个经营的目的就是要让员工 物质跟精神要得到幸福 要让他们快乐工作 要让他们在你的企业赚到钱 这就也是一个目的 因为你当领导者 你就要描绘了这个整个企业的愿景 一定是不能自私 不能这个愿景只有领导人或者股东的利益 必须要全体员工的利益 放大到外面 我的合作伙伴 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 我们必须要得到获利 所以你不能有私心 再来就是 必须要以全体员工的利益为导向 来建立自己企业的愿景 很多时候我们在探讨企业经营的时候 很多的企业 唯一的这个愿景就是 我要成为获利最高的企业 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能因为要获利 冲击道德跟努力 也就是所谓的原理原则 这些是必须要规范的 说要用非常纯洁的这种心态也好 去创造自己的企业的愿景 而不要夹杂太多的各种的条件 我们经营企业也不必要的去取巧 用华仲的这种所谓的手段来得到利益 也许一时可以成功 但是这是不会长久的 如果从市场学来说的话 寡占市场会比独占市场好 而共立的市场会比寡占市场好 因此如何创造共立共享共好的市场 其实是我们这一代的企业家必须要做的 来去让自己的企业 让自己的团队先树立所谓的愿景跟愿望 不断地要求自己 而不是一昧地想要打败竞争对手 但是你一家企业事实上是有限的 那这样子这个市场会萎缩 你可能就没有了所谓的生存的长远的空间 所以我们在谈纯洁的心里 描绘自己企业或者是个人的愿望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如何自律 要先把自己管好 要先把自己的企业规范好 也要自己把自己的团队训练好 这种纯洁的这种思维 要贯注在每一个员工的身上 同样的用这种无为纯正纯洁的心 来描绘各自的愿望跟愿景 我想才是我们身为一个企业领导人 甚至说企业家 真正最高最终的一个责任 我是Joyce Man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 让我们下次继续聊哲学吧